因為其實都沒想過自己會有機會得獎 直到剛剛是頒獎之前 那一刻我才相信這一個是事實的 因為我打算在這裏 下來跟一班同事在這裏開個玩意 玩樂 都很開心我都做了 多謝TV的老師 很開心 馬來西亞有很多朋友支持我們 自己都沒想過本來會得獎 所以有點感動 所以你們都知道我本來不是我會說話 所以很開心 那你有沒有想過現在大賣已經落了 那香港你有沒有信心 我…我…知道 我想保持著那個心情 大家一起支持所有身邊的演員 大家一起欣賞大家的作品 一起找一個頒獎來 都是好像開個派對 這個頒獎也是很開心 謝謝大家